很多孩子被称为神童 他们在几岁的时候就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 再加上良好的后天教育 形成了一呼常人的才能 而且很快就能获得成功 在美国有一个家喻户晓的小姑娘 叫Akiana Kramerik 可以说是神童中的神童 她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她的成功之路 简直是由一个个的童话故事串起来的 她从四岁起就会画画 神奇的是 她从来就没有上过任何的绘画课 更没有受到过任何的名家大师的指点 但是她怎么能够在这么小的年纪 就画出如此逼真的画呢 原因是 她能够接收到来自上天的信息 而教她画画的老师就是耶稣 哈喽大家好 这是地球旅馆 我是Lainster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油画神童的故事 非常的童话 也非常的传奇 非常的震撼 也非常的感人 被伦敦和美国的艺术机构 评选为最有成就的20位视觉艺术家之一 还被认为是有史以来唯一的 诗歌和绘画两期天才儿童 她就是美国少女 Akiana 我们先来简单的看一下她的画作 这些都是她四五岁时画的素描 可以看到她的笔触流畅 捕捉神经的瞬间 无论是纯真 抑郁 孤独 惊讶 还是若有所思的表情 都描绘得栩栩如生 在五岁的那一年 Akiana突然向父亲要更好的绘画工具 于是父亲就给她买了蜡笔 在那以后呢 她就开始了蜡笔彩画 看看她六岁时画的蜡笔画作品 无论是在构图上 色彩上 还有意韵方面 都实在是让我佩服啊 七岁的时候 她嫌蜡笔不够细腻 就转入了有彩画的创作 从此 她年复一年 画出了一幅幅风格成熟 精细又大气的画作 目前绘画界正在研究的 形体啊 构造啊 空间色彩 美感灵感啊 这些等等问题 她不但都很清楚 而且有些技巧 就连专业人士都很难突破呢 在她那都是小菜一碟 Akiana从九岁起 就已经有属于自己的 个人实画展了 而且在美国的十几个州 都举办过 简历上有这一条就很牛了吧 当然 她能有这些非同寻常的能力 也是因为这些能力 不来源于这个时空 这里我们就必须要先从 她的出生开始说起 Akiana于1994年10月 出生在伊利诺州的一个乡村小镇 出生时家境很贫穷 父亲来自贫民窟 母亲则是为了逃避 当时苏联政权的立陶宛移民 家里连个像样的家具和厨房都没有 她出生时 没有任何的住产护士和医生的帮助 母亲在家独自分娩 Akiana在家里排行最小 家里还有两个哥哥 他们当时住的小镇人烟稀少 再加上他们也没有去教堂 跟邻居也没有什么来往 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 基本都是自己生活 一次 父亲喝到有毒的水之后 就开始卧床不起了 也没钱去看医生 那是一个很艰难的时期 因此母亲就担起了养家的责任 每天往返于不同的地区和城镇 挨家挨户的推销小食品 但这一切随着Akiana的出生 渐渐的有了好转 母亲的小生意在一年内赚了不少钱 父亲的病也渐渐的好转了 之后他们一家人就搬到了 密苏里州比较舒适的豪宅 感觉上好像她的出现 给家里带来了不少好运 但到了四岁的时候 她开始有了异常的梦境 她经常梦到自己去了天堂 还看到了天使 就在一天睡觉做梦时 出现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景象 一位天使告诉她 她会在七岁的时候 成为一名职业艺术家 但很高兴地把这件事告诉母亲 但是因为她母亲当时是一个无神论者 所以一开始时并不相信 就在她五岁的那一年 发生了一件怪事 而这件事成为了Akiana人生中 最大的一个转折点 她突然失踪了 Akiana的父母急忙报警 有二十辆警车出现在家外面 而且还有警犬 但是她们搜遍了整个城镇 却怎么也找不到她 而在人间的这一切 Akiana在另外的一个空间 都看得清清楚楚 她说 在那之前 她突然感觉整个身体飘在空中 然后分解成了百万个碎片 这些碎片就像很微观的她一样 每个碎片都进入了一个个不同的门 她们都各自经历了不同的生活 但实际上 在同一时间 她在现实生活中的身体 却失踪了六七个小时 突然有一个直觉说 时间到了 该走了 然后她所有的碎片都合为一体 接着就在家里的走廊 重新出现了 她的家人和警察也无法理解 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这之后的日子里 母亲开始放弃了自己的生意 她想花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女儿 她也渐渐的开始相信 女儿所说的天堂和天使的故事 Akiana也下决心 把自己的天堂经历 和自己所看到的另一个空间的东西都记录下来 用画作的方式表达出来 在Akiana的梦里经常出现两位天人 一位是她画得出来的 就是这张素描 但是每当她尝试要画另一位天人的模样的时候 她发现那位天人的形象就会从她脑海中消失 让她画不出来 这令她很是费解 但第二位天人却经常出现在她的梦中 教她画画 而且经常还是熬夜画到清晨 简直就是在用生命画画的样子 Akiana从四岁到八岁期间就画了数百幅画 而后来她才知道 这位指点她的老师其实就是耶稣 八岁时 Akiana下决心要尝试把她梦中的耶稣画出来 后来她去了很多地方 试图寻找能与梦中相似的那张脸 但是几个月过去了 就是没有找到 有一天早上她就开始祈祷 祈祷那张脸会出现在她的面前 结果第二天下午 门铃响了 一位熟人给她介绍了一位木匠 是一个留胡子的人 身高差不多两米一 Akiana看到这位木匠的时候 瞬间找到感觉了 之后她就开始没日没夜地画 她的画笔简直都没办法从画布上挪开 直到她觉得太累了 就直接倒头就睡 就这样画了四十多个小时 才把这幅画完成 她形容这四十多个小时 就像是四十年一样漫长 而这幅画的名称就叫做和平之子 画中的肖像 正是教她绘画技巧的老师 耶稣 不过说到这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巧的事 就是耶稣的父亲 其实就是一位木匠 而耶稣在步道前 也是继承了副业 成为了木匠 然而 和平之子在第一次展出时 就惹了不少的争议 几乎没有人认同 这幅画是对神的展现 有人甚至批评她亵渎神 并且建议把它烧掉 她的成功之路也是不容易的 也是几经波折的 9岁那年 她的家人把和平之子 邮寄给一名经纪人 预备在一个展览上展出 不料这位经纪人竟把画据为己有 索要赎金 几经周折谈判后 画作被邮寄回来 但是因为没有保护层 邮寄途中把画给伤了 阿凯亚很伤心的 小心翼翼的把画给修复好 但是由于伤的实在是太严重了 还得把粘在画上的锯末 一点一点的给剥掉 但是还是留下了很多不可修复的伤痕 后来和平之子又转交给了 另一名经纪人管理 不料第二个经纪人 又错误的把这幅画给卖掉了 一连数年 买主把这幅画藏在了地下室里 与世隔绝 但是后来买主又突然去世 他的家人却不想把和平之子出售 也不想让他面世 阿凯亚纳从9岁开始 就再也没有机会看到这幅 他最心爱的作品了 之后的16年里 他也尝试画了不少耶稣 在不同时期的艺术展现 可是都弥补不了 失去那幅画的遗憾和忧伤 本来以为永远也没有希望再见到他了 但是直到2019年的12月 和平之子被一位秘名买家 以85万美元买了下来 这幅画终于重见天日 当阿凯亚纳重新和他见面时 他哽咽了 这是他16年来第一次再次见到他 真的很让人感动啊 说到这个耶稣画像 这幅画后来被认为是 最多人认可的耶稣肖像之一 无独有偶 在天堂是真实的这本畅销书中有提到 四岁的克尔顿伯伯 在一次危急的手术中濒临死亡 他说他到了天堂 而且见到了耶稣 多年后 当克尔顿在电视上看到 阿凯亚纳的和平之子的画作时 他对父亲说 爸爸那是对的 意思是说 这个小男孩之前看到的耶稣 和阿凯亚纳的和平之子 是一模一样的 交叉印证了哈 在一个秋天的清晨 阿凯亚纳骑自行车的时候 脑海中出现了一幅画的标题 The Messenger 也就是传递信息的人 然后他脑中就开始接受到 这幅画所要传递的信息了 于是他就迫不及待的 在第二天就开始作画了 最开始出现在他脑海里的 是一只雪白的猫头鹰 出现在一个山洞里 他就把猫头鹰和山洞给画了出来 画完后 脑海中又出现了鸟巢和鸟蛋的画面 他又画了出来 可是他画完这些之后 猫头鹰却飞走了 连一片羽毛也没有留下来 他就把猫头鹰给抹去了 因为他发现 如果他没有按照 他脑中所接收到的信息指引去画的话 那么他就看不到 信息最后所要给他展现的最终画面 所以他必须放弃自己想画的 然后跟着信息的指引去画 但此时的他却开始感到困惑 因为真正的messenger始终没有出现 就在隔天的早上 他又听到了驼鹿的声音 慢慢的 驼鹿的形象出现在山洞里 他就把驼鹿给画了出来 但是他知道这只驼鹿并不是那个messenger 因为他好像也在寻找着安全感 并且自己也希望被指引 之后驼鹿也离开了洞穴 他就又把驼鹿给抹掉了 接着就出现了两只秃鹰在山洞的上方盘旋 他就画出了这两只秃鹰的形象 就这样的 他不断地根据山洞里的变化 调整自己的作画 而不去预设任何想法 一个星期过去了 脑海中又听见了狼的嚎叫声 于是他就把秃鹰的画面给抹掉了 然后把狼给画出来了 结果嚎叫声也没了 狼也跟着消失了 他再次把这个狼给擦掉 擦掉以后 他就继续画着山洞 他等待着下一个信息的到来 心中想着 这个Messenger到底是谁呢 突然间 他听到了结冰的声音 咔嚓咔嚓的声音 山洞里的湖水渐渐的冰冻起来了 而这整段的过程中 他始终都能感受到冰冷的感觉 而且还越来越冷 他知道 他必须要让湖水尽快结冰 接着 他脑海中就出现了一位骑马的旅行者 他迷路了 Akiyana这个时候终于明白 为什么会出现冰冻的湖了 是因为那个旅行者想要离开山洞回家 他是在等着湖结冰 但又害怕湖面太薄而不敢走 这时 他再次听到鹰的叫声 是最初画的鹰 而且还带着很大的回音 这只鹰就在旅行者的上空盘旋 貌似在鼓励着这位旅行者 跟着他走出去 于是 他就把这个旅行者 跟随着这只鹰的画面给画了出来 这时的Akiyana终于明白了一切 Akiyana按照脑海中传递的信息 完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也就是一只鹰指引着旅行者怎么走出困境的这么一个画面 原来那只鹰就是那个messenger 他瞬间明白了什么是信念和指引 这就是神通过他的画在向世人传递的信息 在一次访问中 Akiyana谈到他做画时的难度 他说 实际上很少有人能画出他们脑中或梦中所看到的画面 所以大家很高兴地看到我能够做到 我可以告诉你 这是很难的 例如我画的这幅画石 是我在天堂境界经历到的 色彩是非常的不同的 是和我们这个世界完全倒反的色彩 我们这里没有这种色彩 这对我来说是很难描述清楚 可是我必须要画出来 Akiyana的这些神迹使得许多基督徒增强了信念 他曾被问到 既然经历了这么多 那他的家人是不是都从无神论者到现在全都成为了虔诚的教徒了呢 他是这样回答的 您必须知道 我们几乎经历了所有的事情 我们从信奉基督教转为天主教 然后又研究了佛教 但是在这一点上 我认为我的每一个兄弟姐妹都有自己的道路 有他们自己的起物 我有我自己的 父母有他们自己的 兄弟们有他们自己的 我绝不能代替他们说出他们自己的信仰 或者是所选择的道路 但是我可以说的是 我和四岁的时候是一样的 我没有改变过 即使没有人教我如何认识神 但是我接触到了神 Akiyana最后还说了一句 我不属于宗教 我属于神 我觉得呢 在神的眼里 Akiyana是一个很好的孩子 所以被赋予了天命 神把神力作用在他的身上 让他展现神迹 这或许是给世界上不太相信神存在的人 一个不同的思考角度吧 有人说他是一个画梦的孩子 他的灵魂不属于这个世界 但是我又想了想 也许我们每个人的灵魂 或许真的都不属于这个世界 只是我们忘了自己从哪来的了 来到地球只是来体验一下 地球还真是个旅馆啊 大家猜猜 这个是一幅画还是艺术照呢 好 喜欢我的画就请按赞分享 也请大家订阅我们 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 还有follow我们的IG和Facebook 我们下期再见